再來介紹一個不用軟體就可以的來問一下各位 請問我有沒有需要把各位秀出來一下 很久沒有看各位了 不用不用不用真的嗎 你都不要會揮手嗎 好來這個案件大家都有用過對不對 來請問鍵盤套幾個 講一個的就是平常都只看一遍 表示另外一邊你平常沒有在用 有沒有有兩個 兩個對不對 來請問按下那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騙人關機是那個 那你一定不敢用嗎 是按下開始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各位你除了按下單一個案件 有沒有試過它的組合鍵 可以啊他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為這個應該是好像Windows95以後吧 還是應該我應該寫錯了 應該是Windows95以後開始就有了 其實它有很多組合鍵喔 而且是很有幫助的 好很有幫助的 首先第一個 這個也很好用 這很好用 各位有沒有發現尤其看英文的網頁 網頁的部分呢其實 平常我們只有看中文的 請問可以怎麼放大 你可以從這邊這是最標準的對不對 放大縮小 但是呢你也可以搭配什麼 Ctrl鍵加號減號有沒有 對不對 好這是網頁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Ctrl鍵加號滑速滾輪 往後或往前 是不是也可以放大縮小 對 好但是我問你 這次只有網頁可以 但是一般的文件怎麼辦 蛤 就滾輪 滾輪只能那個啊 如果你是 比如說你有某個這個 應用程式的 它又沒有放大的功能的話 那怎麼辦 比如說那個 你們現在大部分都Outlook不是嗎 Outlook裡面的郵件 字太小那怎麼辦 你該不會打開 然後別擠放大吧 把文字放大 這樣麻煩 你看 按一下這裡 這個案件加上加號減號 這個按鍵加加 有沒有放大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現在這邊用的這個 那個模式 它又把它切換掉 標準的話 這個 會像我剛剛那個一樣 我先關掉一下 這裡 就是 它會有這個 檢視這邊 有沒有 正常應該是用所謂的透鏡的 透鏡的 那因為它現在這個顯示模式的關係 這裡 對 因為它現在顯示卡顯示模式的關係 所以就變 沒辦法用 但是呢 你如果用這樣的話 你就是會把這個地方局部放大 這樣了解嗎 這樣的話你就比較好用 也就是說 只要電腦上的都可以放大縮小 那是搭配什麼 這個按鍵 就不會是只有局限在這種網頁可以用 好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像這樣 有沒有像這樣 這個是全螢幕的 好 那麼再來我們往下 欸你要顯示桌面呢 各位顯示桌面都怎麼顯示出來 以前我們在 Windows 7之前 會有一個顯示桌面的圖對不對 現在微軟很殘忍喔 在哪裡才有 這一小塊 有沒有這樣欺負的 怎麼樣才可以把桌面顯示出來 好 你不覺得我這樣就顯示桌面了嗎 又回來嗎 有兩個啊 對啊 有沒有 你加D 就可以了 你再一次就回來 其實你也可以加一個麥當勞的M 最小塊 最小塊 所以如果你加上這個 加M 有沒有收起來 但是它只有最小塊 它沒有最大塊 所以 這個 Windows按鍵加D 比較方便啊 你按一下它就回來 按一下就怎麼樣 再打開 這樣了解 嗯 嗯 然後呢 像我們要做簡報 有沒有常常要接到投影機 這個 加上P 有沒有跑出來 因為各位在那個 Notebook上面 是不是都也有顯示的 但是你不覺得 常常有時候按了沒反應 你又搞不清楚 你現在到哪一個狀態 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就一直在那邊按 你按這個加P就好 的Jet的意思 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是要哪一種 顯示的方式 就直接選 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快一點 好啊這個 這個 檔案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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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常常都要用到嘛 有很多種方法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按右鍵 是不是有檔案總管 但是 這個加上 ABCD的E 更方便一點 因為各位 你那個瀏覽器 我們是微軟的 都叫做IE IE是哪兩個字的縮寫 Internet Expoler 了解 所以檔案總管 英文就叫Expoler 所以呢 我這個 加上ABCD的E 這樣子 就可以幫你的檔案總管打開囉 好 它卡在裡面 有沒有 在這邊 它有開了 但是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跳在後面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就馬上打開了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說 我還要回去找 所以其實有蠻多的啦 那至於說這個 有興趣的 它裡面還有蠻多的 那這裡 這個 有些人不小心會踩到這個地雷 給各位看一下 顯示桌面 怎麼辦 我要給你看桌面 想念你們怎麼會不會在那裡 Window加D 對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家的圖好像比較大一點 其實本來是這麼小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會不會覺得說 欸 中面上圖好像 好小喔 那你就按右鍵 然後去調 你瘋了 哈哈 你如果直接調那個什麼 調那個字的大小 很多你應用程式 網頁 看起來就會怪怪的 所以 你知道我剛剛怎麼按了嗎 蛤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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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ı 往前 往後 那ff 對不起 有沒有跟網頁上的放大桌腳一樣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按摩 滑鼠滾輪往前 往後 有沒有 但是你要注意 因為你放大很大的時候 它分開 它就變這樣喔 有沒有 所以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桌面 因為現在大家螢幕解析都蠻高的 但是太高 預設圖示真的太小 有時候看不方便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那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講說 有的人會不小心踩到地的 因為有時候你不小心按到 想學我怎麼突然變大了 但是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你用到那個快速一點 這樣了不了解 可以 好